哈囉,我們是小資富媽媽 我們會想要做小資富媽媽 是希望是給大家一個非常正面的態度 因為當我們遇到人生的低潮的時候 其實我轉個念 我們要怎麼樣去轉個念正面的態度 可以讓我接下來過得更好 至少我們20年所承受到的一些低潮的部分 大家可以避免風險 降低風險 像我就是沒有人跟我講 我賠過好多錢了 我賠過很多錢去學經驗 我的經驗就是 其實人生的第一桶金一定是從 我覺得就是要節儉儲蓄開始 因為我們剛開始出社會 其實我的薪水應該不是22開始 但是就是3 我23K 剛開始我們剛開始面臨到的會是說 我的收入夠不夠支援我的生活費的支出 所以我們的低桶金其實都是靠儲蓄而來 我才有本錢去做接下來的事情 而且要省錢每天都要算錢 對 所以我們在小資的那一段 就是給大家教一些 有一些小工具可以利用 例如說我今天早上發了一篇文章是 可以利用Excel黨做現金流量管理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會計師 我們工作需要也會幫客戶做現金流量 那其實你裝好你的現金流量 知道說 例如我每個月月底30號有薪水進來 可是我的卡債 我的卡費 我的保險費 可能是20號或者是15號 我就要先支出 每個月的薪水先留一些下來 對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就開始在Seven 讀像商業週刊 前雜誌 金週刊 還有理財 任何理財 所有的雜誌就翻翻翻 那我印象很深深是 每一個雜誌的前幾頁都是講 全世界的經濟 總體經濟狀況 但是其實剛開始真的是看不懂 其實就是慢慢的投機 因為我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其實常被客戶考試 所以我們一定是 都是要了解這個趨勢 因為那時候沒有認識嘉瑜 所以這些東西我看不懂 都是只好一直去讀 那每一次你一定會想到說 台幣升值代表什麼 你每次可能在 比如說幾個重要的觀念 台幣貶值 還有油價上漲 它的連動性怎麼樣 其實這個小資族 主要把它再追劇就好了 對對對 所以如果說 大家有興趣想要了解一些 類似理財的小知識的話 也可以留言給我們 那我們都是 嘉瑜他很專業 他可以回答大家 我們怎麼樣去看出說 我買的這個東西是 身材工具 或是我們花了就沒有了 應該是說我們在花一筆錢的時候 我要怎麼去做決定嗎 對 如果像他是可以買這個東西 是未來可以幫我帶來收入 嗯 我寧願當作小投資 對 我的身材工具 我會願意就是在 讓他設備再升級 對 我來講可能是車子 因為你在公司上面來講 其實 運輸設備 車子他就是身材工具 我們希望客戶舒服一點 對對對 對對對 我第一次付車就買了Tiena 其實那時候一個月 因為一部車81萬Tiena第一部 我其實是付不起的 剛開始在工作的時候 所以我是用40起的分歧 帶一個月繳 我記得一個月繳 一萬六千塊 上面就有許多其他的 升天機會 也許會先想說 因為我有車子我很方便 我可以為大家服務更多 儲蓄是第一部嗎 把我 辛苦算的 所得 存下來是第一部 至少我的收入大於我的生活 總之第一部 你知道小廚師常常越光澤 製造被動收入 非常重要 對啊 像我的話就是 我的被動收入 可以大於 主動收入的時候 我就可以出來創業 我們就可以不用在公司工作 我現在還沒有 還是 沒有他自己創業自己工作 沒有沒有他是老闆 他自己那個 家喻會計師 他自己有一個會計師 對 但是本業還是 我覺得 本業就是我們 基本的技術 還是要 要夠了 是積極 有人冒險 所以一個理財工具 不見得適合所有的人 沒有沒有 對 因為 對我來說 我是因為工作屬性的關係 會計師通常 北格納的概念 就是比較保守 對 那我本身我也覺得 我沒有什麼偏財運 我適合走正財 就是勞力付出 辛苦工作的 沒有走腦 他走腦腹 他腦很好 買個機機買個保險 那種儲蓄型的 只要是他的利率 是大於定存的利率 我覺得就是說 至少分散投資的話 我可以就是做這一塊 其實我剛開始是買基金 因為我們沒有錢 對股票不等 那我的習慣 如果買基金的話 我就會去想說 他就會想 你可能 現在可能礦啊 還是鋼鐵 或者過一陣子是黃金 比如說是中南美的經濟比較好 我就會去買中南美的基金 或者是呢 歐洲啊 或是能源貨幣啊 石油啊 這些基金 或是礦業啊 樹林啊 各種基金 大家小小 其實我都買過 然後他可以去輪動 好的理財工具是 他每年會獲利 但是不會讓我們提心吊膽 每天日子可以過得安穩 很重要 還有就是說 理財的知識要累積 我們才有辦法做最佳的判斷 對 因為很多人都會說 絲慧你買了癌症 我要跟你買一樣 我說這樣不一定會賺錢 第一點 你買進了時機點 對對對 還有你可能 其實很多股票買就跌了 我自己啦 真的 買了就跌 那我可能沉得住住氣 可能別人可能沉不住氣啊 他就趕快賣掉就賠了 可能有人貪 因為有個這個貪念 他覺得他賺就會更多 結果反而賠了 那我們今天就稍微 對到這裡 分享給大家 然後豬年的話 祝大家來 豬事如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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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